齐天大圣真的死了吗 黑神话悟空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今天这个影片 带你了解隐藏在游戏背后的全部真相 话说西行之路结束后 悟空虽然成功协助唐僧取得真金 被封为了斗战圣佛 可这风光褪去的日子 并没有想象那般快活 归影山林没多久 二郎真君邪四大天王兵临了花滚山 对于他们的到来 悟空似乎早有预料 于是不假思索地掏出金箍棒脚踩金斗鱼 不消多事便来到了终身佛的面前 人我保住了 金我取到了 俺老孙啥功名不要 只求回到这花滚山中了 过过逍遥日子 上面的天王老子信不过我 我懂 让你小子带些虾兵蟹将过来虚张声势 又想护我回去做神仙 我也懂 我不懂的是 你他娘的杀我好子好碎 据灵神怒目言征 连带着神犬笑天也盯着下方狂吠不止 他一个剑步冲上前去 化作一股黑风 顷刻间来到了孙悟空的面前 可拿想刚刚摆开架势 一柄三尖两刃刀从天而降 主人的怒斥声也随即在耳边响起 唇狗放肆 还不退下 东西好了 他不是只普通猴子 他是有功的猴子 是封过佛位的猴子 车里除了我 没人配与他单挑 短短几句话 既在众神面前强调了悟空的攻击 又将战斗的风险降到了最低 显然这次的对峙 也没有看上去那样简单 而是二郎神和大圣精心设计的一场表演 这场表演要骗过四大天王 骗过天兵天将 最重要的是 要骗过天上那道若隐若现的金光 可达成夙愿的选择又充满诸多风险 所以在动手之前 杨简也要做最后的确定 话说到这个地步 悟空的态度已经无需多言 两人很快继续交起手来 可从破绽百出的招式 到寄出武器对抗 大圣和真军飞弹没能伤到彼此 放出的大招 还直接清空了在场的天兵天将 四大天王震怒 曾被大闹天宫的不堪往事涌入脑海 随即纷纷出手 想要拿下面前的坡猴 意识到局面失控的悟空 抬头又看到熟悉的佛光 立刻以阳光刺眼为由 通知杨简转移战场 两人化作一鸟一鹰 向着山林深处飞去 谁知下一秒 已经消失的锦固 慢慢在悟空额头浮现 原来他从来就没有脱离如来的控制 趁着悟空头痛欲裂的空袭 杨简怀着复杂的情绪 给出了最后一击 至此大圣被分离出六根 化作一块怪事回到了命运的起点 数百年过去风云变幻 天命人在一个老猴子的讲述中 得知了曾经那段往事 据他所言 悟空的神魂化为六件灵物散落凡尘 这几样根气分别代表着 眼耳鼻舌身翼六种感觉器官 在游戏里 也就是天命人需要突破的六重关卡 而我们要做的 就是将灵物一一寻遍带回花果山 用六根复活大圣的肉身 进入第一章 我们首先来到了熟悉的黑风山 曾经香火鼎盛的观音禅院 因为过去那场大火已是遍地窟 金池长老死后 黑熊精重建了禅院 修复了那些毁于大火的金书残卷 就连死去的僧女们也被他一一超度 如今的黑风山 看似恢复了西年的生机 可当天命人打败修成人形的魁梧雄精 便会在山顶的烈焰中 再次见到他的本体 那家伙曾经对我说 眼不见心不乱 寻常修为 入一切相 破一切相 放得自在 可是他自己看到那些东西后 不也疯了吗 一番交手过后 战败的黑熊精不得已交出了 名为眼见喜的第一根气 原来他修为尚浅 所以即使拿到手里 也不知该如何练花 只能把这宝贝封在塔顶 偶尔骗些小妖朝拜敛财 而他之所以敢这般放肆 完全是受了上面的指使 随着一只双目双瞳的虫鸣鸟 落到了天命园的手上 曾经发生在黑风山上的种种过往 也在此时浮出水面 故事还要从这只肥美的蝉蝉讲起 270年前 一个过路的小和尚 手拿钵于同路边的蝉蝉玩耍 他不知道的是 这平静的树林里 刚刚发生过一起事故 犯下杀孽的大黑熊双眸通红 皮毛油亮 吓得小和尚瑟瑟发抖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黑熊非但没有杀他 还为其指明了观音禅院的方向 小和尚进入禅院修行 僧人们各式各样的袈裟 看花了他的眼睛 数十年的光阴过去 已经皈依佛门的僧人 探似六根清静四大皆空 可心底的欲望 却像野草一般疯涨 在追随功名的道路上 他目光坚定 脚步飞快 以远超众僧的步伐 一步一步成为了世人眼中 格高望重的金池长老 可又是雄精种下的祸根 此时却也已经悄悄绽放 开花结果 270年后 两个自称东土大唐而来的取经人 未去西天偶然路过此处 僧人携带的锦南袈裟 勾去了矜持的心智 他已借看一晚为友 要来了这件宝贝 可此时的他 早已不满足于静静观赏 而是听从广制广谋建议 决定放火杀人 将袈裟据为己有 殊不知同火焰一起熊熊燃烧的 还有矜持那难以抑制的预言 那天晚上 禅院因为这一念之差烧成火海 寺内僧人尽数死亡 矜持也崩溃自强 化作一缕幽魂 无休止地品尝着欲望的苦 事后的南海紫竹林中 黑熊惊向观音道出了他的疑惑 师父 徒弟还是想不明白 出家人沉原一段 金海浸干 长老他为何偏偏放不下一件衣裳 若不披上这件衣裳 众生又怎知我沉原一段 金海浸干 离开黑风山 四周的环境顿时变得黄沙漫天 方圆百里见不到半点人影的荒芜之境上 唯有一个无头菩萨在弹琴唱曲儿 从他的唱词中 我们得知此地名为黄蜂岭 因常年遭遇蜀患 才落得如今萧条破败的景象 在之后的战斗中 名为灵级的菩萨一路引领我们过关斩将 打败了祸害此处的遍地妖魔 直至对上一只名为黄蜂大圣的蜀妖 天命人才找到了大圣的第二件根器 黄蜂大圣原本也是灵级菩萨的徒弟 可如今他怀里抱着师父的头颅 还将其当作存放根器修炼邪法的容器 天命人出手将他击败后 无头灵级随即现身 指责孽徒不该为了在这黄蜂谷底意识快活 罗二郎心法偷大圣根器 自责正是由于自己看管不严 才害得这黄蜂岭到处一片生灵涂炭 殊不知黄蜂岭之所以落得如今下场 多半都是拜他所赐 相传日落之处 有个名为流沙国的国家 每当太阳西沉入海 海水沸腾的声音 都大到足以震杀城中妇孺 为此佛祖特意赐给了他们一面生 只要在身有十分敲响他 激鼓的声音便可以冲散海废之声 流沙国民也因此安居乐业 免受了很多苦难 正因为见证了佛法的神通 当地人为佛祖菩萨塑起了很多精神法相 可久而久之 信佛不信王的风气 让流沙国王十分不满 随即下令拆毁寺庙 驱赶城中修行之人 甚至将国民直接改为了斯哈里国 谁知禁佛计划实行不久 国界土中突然生出一只背着佛头的大虫 每当佛谷敲响 名为副版的大虫 便会现身大开杀戒 流沙国民苦不堪言 好在此时 一只自称来自灵山的黄毛雕鼠路过此处 带着布下虎先锋 一举平息了副版之灾 黄蜂大圣也因此 被流沙国王封为国师 带着一众小妖暂时留在了流沙国 信鼠令颁布之后 全体国民从信佛渐渐转为信妖 也正是从这世开始 流沙国国民渐渐失去了人类的相貌 反而一个个长得越来越像老鼠 出家人本不该左右凡人的信仰 可灵机一次又一次出手降法 却害得百姓生灵涂炭面目全非 这大概也是黄蜂大圣 黑化成为如今这幅模样的主要原因吧 拿到像征着耳听怒的气孔勋 第二章的片尾动画也由此开始 大雪封山的冬日 一个书生在赶考途中 偶遇了雪地里受伤的白虎 白虎凄厉的哀嚎 让他心生怜悯 随即将其解救下来 带回小屋细心包扎 看着小兽渐渐恢复精神 书生也在昏黄的烛灯下睡了过去 哪成想一觉醒来 踏上白虎净化作一位少女 眉眼间写满了感激的神情 书生大脑一片空白 只能先给姑娘披上衣裳 将视线转移到别的地方 可因为这无意间的善举 她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两人很快熟络起来 相知相爱 不久便有了自己的孩子 而孩子长大更是飞快 从一压血雨的孩童 到背井离乡的壮年 有时就是一眨眼的时间 白虎和书生 像寻常夫妻一样 度过了平淡的大半生 谁知这天 书生外出打酒 回来竟在廊前看到了一大片血迹 等他战战兢兢进到房里 才发现两个孙子早已断气 儿子也被开膛破肚惨遭吞食 而那妖怪不是别人 正是早就被自己当作人类的狐妖 书生大惊 随即从床上坐了起来 回头一看 踏上的白虎依旧沉睡 原来刚刚自己竟然在梦中 走完了虚幻的一生 画面一转 书生再次踏上赶考之路 曾经鲜活的生命 已经变成郁寒的皮草 人也 兽也 佛也 妖也 众生 自有根器 只幽裂为次第 可乱来不得 书生离开 白虎的孤魂留在原处久久不散 多年之后 天命人为求大圣根器路过此处 才知那书生早已顿入空门 如今就在小维音寺中 在白虎的请求下 天命人化身小妖 代替她去见对方最后一面 谁知那书生心魔未消 竟然再次动手 最后只能在不甘中离开人世 世人总说 人妖殊途 再见到她 我才知道 怕妖的人 比妖更可怕 过了黄蜂里 天命人来到了小溪天 通往小维音寺的路两边 站满了僧侣们冻江的干尸 他们原本都是来小溪天 求佛的修行之人 却被规定寒冬腊月礼 也只能身着一小剑 单薄的袈裟 以此来证明自己禅心坚定 多年以来 黄梅火童四弟子 用这套话术捕获了很多人 她原本只是 弥勒坐下的一个童子 可如今却伪装成师父的样子 偷了金脑和大包 还将前来调查的 抗金龙关进原种袋 扰乱了她的心智 抗金龙 你法性已通 出来帮为师 试试她的肘色 看看这只猴子 是否够多 是我的弟子 在和抗金龙的两次交手中 天命人偶然就下了 被困在金毛许久的八戒 原来八戒也是受花果山老猴子所托 前来协助天命人取回大圣根器 况且老猪私心也想复活大师兄 于是两人便以此为伴 踏上了未知的旅程 第三章的黄梅雨 以往妖怪不同 她又佛法傍身又堕入魔道 野心之大甚至妄想在小夕天 建立一个新的灵山 两人对抗的第一回合中 天命人不慎落败被吸入了人种袋 当初抗金龙就是在这后天袋子里 看到一条石尾鲸鱼朝自己游来 被放出来后就变得吃吃傻傻 决定拜黄梅为师 如今天命人和八戒都被关了进来 而在袋中击败赤鲍马侯之后 天命人竟也化成了赤鲍马侯的形态 黄梅始终相信人性本恶 世间生灵只有为自己而活才是真理 此时天命人越过众多泥塑僧侣 耳边萦绕着蛊惑人心的话术 他或许会将眼前障碍一一杀光 或许会恪守本心埋头冲到最后 好在不论何种选择 都改变不了黄梅注定失败的命运 我 我早就看穿了你的下场 只要你还在为他人而战 迟早也会死在他人手上 我黄梅只为自己 我没输 我 不 不会输 只要 只要 再用一次那猴子的宝废 甲米勒坠入湖底 真米勒也很快现身 他将八戒的九尺钉耙变成鱼竿 钓出了那条名为鼻秀爱的十尾金鱼 而随着金鱼飞上高空 第三章的动画也由此开始 数百年前 海面上漂浮着一只肥瘦的老鳖 当地渔民们不知是灾是福 只能先将其打捞上岸 架在柴火堆上小心观察 或许是为了报答人类的搭救之恩 老鳖划开自己的皮肤 将体内流出的珍珠赠送给了他们 贫穷的村民们 茫然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而老鳖也很快向众人 展示起了自己的神力 他的一小片指甲 让垂死的孩子瞬间焕发生机 喷出的口水 也能把女人们各个变得容光焕发 接下来的日子里 老鳖为人们修缮房屋 带来数不清的财富和食物 当地人也将他看作神佛的化身 将其供奉起来日日参拜 以求延续富足的生活 渔民们渐渐习惯了不劳而获的日子 因为仅靠供奉祭品烧香败福 岂可获得自己一辈子都赚不到的财富 可他们不知道 这种平衡很快就会被打破 因为此时人群中有一双眼睛 正贪婪地盯着老鳖金光闪闪的窗口 像被一双无形的手拉扯着 男人掏出尖刀扑向老鳖 在他身上划开了一道更长更深的口子 煞世间 喷涌而出的宝藏 闪花了人们的双眼 短暂地待之后 上一秒还前程参拜的村民们 纷纷冲了上去 徒手撕开老鳖粗糙的皮肤 官差原本还在左边 可当如山如海的财富堆积在眼前 身为人类的最后一丝理智也被积损 人们疯了一样抢夺着宝物 僧人一边念经一边将珍珠收入囊中 谁也没注意到 老鳖嘴角扬起意味不明的笑容 因为如今发生的一切 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许多年后的海边 肉体残破不堪的黄梅 依旧存活于世 他用一场闹剧证明了自己的观点 人性本恶 其善者为也 可这场赌局 或许从一开始就是个伪命题 破乱人心 道果为因 师兄如此执着输赢 可笑 可悲 第四章的故事 围绕八戒当初在盘丝洞的一段孽缘展开 进入兰喜村之前 天命人被八戒变成了 前来送交赫里的乌山小妖 可两人的这点小伪装 很快便被精明的二姐看破 为了替母亲抓住眼前的复兴汉 二姐便回蜘蛛原形率先发难 虽说最后还是不敌天命人落荒而逃 可在离开之前 却将一根金针刺进了八戒的眉心 在二姐不断的言语刺激下 八戒果然恼羞成怒 跟着冲进了别院 奈何金针的效力很快发作 她也就这样被二姐制服 六神无主地来到了蜘蛛精的老巢 见姐姐成功得手 蜘蛛精的其他女儿们纷纷凑了过来 却没想到母亲日思夜想的郎君 竟长成这副模样 正说着 一个苍老的声音自栏房响起 天上果然不是人过的日子 能回来就好 等天命人再次见到八戒 她已经彻底失去了心智 两人从院子里一路交手到卓构泉 直到一面铜镜 从天命人的腰间飞出 来到八戒的面前 我们才终于见到天鹏元帅的本来面目 伴随着金针队排出体外 八戒终于摆脱了心魔的控制 谁知下一秒 从天而降的蛛丝再次将她抓走 当年取经小队离开盘司岭前 悟空曾吩咐八戒 将剩下的妖怪尽数灭口 可碍于紫珠儿的原因 她终究还是没能舍得下手 这之后 紫珠儿靠着姐妹们的肉身骨血得以存活 独敌大王也用到手的根器来给师妹虚名 奈何自己苦等百年 八戒回到盘司岭的目的 还是为了悟空 我困在这洞中 日日等你 直是想你 想着同房后立刻吃了你 吃好我这饼根 要吃便吃 搞这一出百汤敬酒 弄些个恶神噱头 发什么家闹风 我呸 吃不下去 不单是为你 更是为她 看到化成人形的小猪精 八戒不由地愣了一下 像是在怕些什么 她很快便撇清了自己和两人的关系 没过多久天命人赶到 紫珠儿忍不住显出原形 将长久以来对悟空的怨念 一股脑地发泄了出来 可她终究不是天命人的对手 战斗结束 紫珠儿留着最后一口气战败溃逃 而跟随她的脚步 我们也终于见到 此次盘司令之行真正的敌人 既叫你设了局 又与你法宝相处 咱就败了 真见了他 我 我下不去手 后来天命人赶到 我打斗不过 努力 已被那猴子叫到翻天覆地 取取一只猴子也推武力 你旧伤未好 又被她打做欣赏 放心 我替你打电 师妹 我的那样东西 可还在你身上 还在 师妹啊 你虽痒痒不济 能把天命人引来这里 也算功德一件 原来 卢迪大王之所以赠予紫珠儿根器 为了只是用他引天命人上钩 将其手上已经收集到的三件根器 全都收入囊中 一场混战过后 紫珠儿得以从师兄的躯体中脱离出来 可此时的他已经无力回天 只能在女儿们的簇拥下奄奄一息 不远处的八戒 望向爱人的方向迟疑许久 最终还是选择转头离开 一步步走向名为蛇长丝的第四样根器 而随着章节结束 八戒和嫦娥仙子的故事 也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 那年的王母盘桃宴上 八戒爱上了跳舞的白衣嫦娥 仙子曼妙的身姿 让她情不自禁追了上去 却因看得太入迷 和迎面而来的紫衣嫦娥壮了得满怀 名叫紫珠儿的仙子 倾慕天鹏元帅已久 可是八戒心里装着别人 并没有在意身后满眼爱意的姑娘 谁知没多久 白衣嫦娥和帝君私会的一幕 被八戒无意间发现 她也就因此被贬下凡间 脱胎成了一只面容烟渣的猪妖 从高老庄的杀杖中苏醒 八戒遇到了美丽的高家小姐 她像当初追随爱人一般跟了上去 却在不知不觉中暴露了野猪的原貌 吓得对方连连惊叫 感情也因此无疾而终 这之后 八戒踏上了取经之路 途经盘思洞时 在蜘蛛巾里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而那正是追随自己来到凡间的紫珠儿 两人一眼认出了彼此 在数百年后经历无数轮回 终于得以水乳交融修成正骨 或许害怕对方接受不了真正的自己 八戒恢复原形试探着女孩的心意 而紫珠儿不惜从仙子幻化成妖 为的就是这坦诚相见的一刻 这一次重逢 对于八戒来说可能是巧合 可对于痴情的紫珠儿来说 是经过百年修炼才等到的机会 可惜这场等待 让他们一个越来越像妖 另一个却因为皈依佛门 渐渐恢复了人的容貌 而人妖殊途 大梦一场后 八戒还是选择继续悉行之路 空流山下那个痴情的妖怪 等上一世又一世 你还是和那世一样 笨呀 盘司岭的故事告一段落 天命人和八戒继续踏上 寻找根器的旅程 哪想刚刚踏入火焰山境地 就听到了远处传来的呼救声 救人 小师傅 救人呢 救人 侯哥哥 是你 救我 侯哥哥救我 被救下的小狐狸很快化为人形 原来她是牛魔王和玉面狐狸的女儿 婷婷 狐狸经死后 铁扇公主将婷婷收作了养女 谁知前不久 红孩突然性情大变 先是囚禁了父亲 后又困住了母亲 婷婷想要跑出去搬救兵 结果也被她的两个手下半路抓回 在这里掉了三天三夜 为了扑灭此处的三位真火 脱困的婷婷来找铁扇公主借用芭蕉扇 却没想到火焰山土地也在母亲这里 曾经在天上 两人都是太上老君的道童 师弟一直爱慕着师姐 却因自知身份低微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铁扇被许配给牛魔王 如今火焰山生了变故 土地也趁机向师姐表明心意 他想带着心爱之人 一起离开这是非之地 却不想一片痴心 敬中了八戒的表情 这是猴 猪蹄 还能是什么 再不相信 你要扑上来 太一口了 感觉被戏耍了的土地放出阴阳鱼 试图发泄长久以来积攒的怒气 可战斗的结果可想而知 将土地击败后 他称已经知晓绅世之谜的红海 定然不会善罢甘休 而这所谓的绅世之谜 说的就是当年灵山剿灭 叶叉一族的血债 原来 红孩儿并非牛魔王的亲生骨肉 而是铁扇公主受太上老君致命 引下子母河水 借父生下的叶叉族后代 从南海学城归来的红孩儿 在某一天觉醒了 自己被灭族的全部记忆 因此才向父亲索要大胜根器 打算向天庭复仇 跟随平平的脚步 天命人见到了 已经垂垂老矣的牛魔王 平平趁机让父亲 将根器交给天命人 可老牛眼光依旧凌厉 一语就拆穿了 红孩儿的伪装把戏 枉我卖弄这般手段 没意思 真没意思 不如都杀了利索 将红孩儿击败 牛魔王便吐出了 名为身本忧的第五件根器 曾多次和天庭作对 却一路惨败的平天大盛 如今只想保护家人 因此把根器封在胃囊里 不敢吃也不敢吃 可他万万没想到 红孩儿刚刚只是假装战 吞下根器的红孩儿 一举化身成为夜叉王 就在八戒准备逼他交出东西时 真正的铁扇公主 终于赶到了现场 他恳求两人留红孩儿一条活命 甚至愿意交出芭蕉扇 带着家人涌住火焰山 可见虽非亲生母子 牛魔王和铁扇 已经在长久的相处下 对红孩儿产生了感情 奈何事与愿违 有些故事从开始 就注定无法圆满 有情出有火 火出无精 知仇不报 何来修行 他们想看的 正是如今我们跪着的模样 我 骗不上你们 孙悟空死后 他的感官化为六件根器 分别被二郎神赠予了六个妖王 根器可以帮助大幅提升修为 可拿到身本忧的牛魔王 此时却感受不到一点喜悦 《沙海经》中曾记载过一种神兽 此兽外表为一只双头猪 两个脑袋不仅朝向相反 思考的方式也是天差地别 所以纵使辛苦奔波 结果也总是在原地打转 注定在命运的轮回中挣扎循环 永远无法前进 牛魔王第一个错误的选择 是义无反顾追随孙悟空反抗天庭 这次失败 悟空惨遭镇压 铁扇公主也被迫借负身子 第二个错误的选择 在西天取经的路上 悟空替他摆平了弟弟床下的祸端 将红孩送给观音保护 明里暗里提醒他不要以卵基石 可玉面狐狸的死让他杀红了眼 以至天兵降临 最后只能被哪吒一剑砍下头颅 为了不让悲剧重演 保护剩下的家人 老牛不得已做出了第三次错误的选择 他伙同众妖王参与了对齐天大圣的围剿 眼睁睁看着结拜兄弟死在自己怀里 好在这一次 他听从了悟空的遗言 没有去炼化到手的根器 而是将他封进卫囊 等待天命人前来取回 但造化弄人 已经知晓绅士的红孩决定为同族报仇 假死拿到了大圣的根器 殊不知 父亲早已替他尝遍了与天庭作对的苦楚 五个妖王之中 只有无法炼化根器的黑熊精侥幸存活 战斗最后 红孩自我了结 也许故事的结局早已无关选择 正如悟空临死前所说 求取根器的最后一战 天命人跟随八戒回到了花果山 在这里我们获得了大圣的金斗云 轻松击败几只镇守的小妖后 锁子黄金甲和凤翅紫金冠也穿戴上身 水帘洞齐天大圣的虎皮宝座旁边 矗立着真正的如意金箍棒 而当天命人将它握在手里摆开架时 连八戒都仿佛看到了大师兄的影子 如今六根还差一根 可这最宝贵的影 究竟在哪里呢 重返浮屠塔 我们再次见到了弥勒 他说有位故人已经等待天命人许久 于是伸手一挥 将面前的壁画消散 而根据他的指引 我们也成功找到了 藏匿在眉山禁地的二王真君 并在他的口中得知了 当年悟空之死的全部真相 在与杨简的交谈中我们可以得知 当年大圣主动兵解分离六根 为的就是彻底摆脱神佛控制 摘下头上的那道锦箍 花果山一战后 五个妖王分别得到了一个根器 唯独一被杨简收了起来 这是悟空不灭的意志 是他的记忆 也是对天命人最后的考验 数百年来 这个最重要的根器 一直被真君放置在额头上的眼睛里 而当我们将其击败 属于齐天大圣的回忆 便会如潮水般袭来钻进天命云的脑 如来 我听见人讲说 这妖精 你们有情味 我老孙比那王位还高千位 他静之如父母 视之如神明 你怎么说出为独啊 王如来方便 把松呼咒念一念 问下这个金箍 交还如来 放我还俗去吧 大四身体任何 以肉身之死 换意念永续 这就是重走西游的唯一目的 当天命人带着完整的六根 找到老猴子请他复活悟空 他便会带我们来到大圣的残区面前 八戒想要上前帮忙 却被无形的力量阻挡 因为这是一场天命人 必须独自面对的战斗 百年前被封为斗战圣佛的悟空 无意间看穿了神佛长生的真相 天庭依靠仙果仙丹续命 而盘桃产量稀少 神仙又数量众多 最快速有效的方法 就是用妖怪炼丹来获取兽源 为了保证丹药能够稳定供应 西王母将盘司令 作为圈养妖怪炼制丹药的残忍工厂 妖怪诱骗倒是吞下禽狼虫乱 而当这些被啃食殆尽的修行之人 化身虫与世 他们就会成为炼丹的最好材料 妖怪痴人 神仙又与妖魔勾结获取利益 凡人用辛苦得来的收成将其供奉 殊不知自己才是这条利益链 最底层的存在 悟空看穿了这一点 在被天命人击败时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如果我们没能找回他的记忆 那结局注定是重待锦菇 继续成为天庭的傀儡 可天命人一路走来历经种种磨难 早已实现了自我的成长与解放 摘下锦菇 就是整个黑神话一心求得的夙愿 成了佛又如何 那道菇一直都在你头上 呵呵呵 张开你的口眼 我这就摘下来 给你看 我这就摘下来